昨天在YouTube上看了一则李子柒发的叫万言书 就是打粉丝记者,因为他红了以后他有1000多万的粉丝嘛,在YouTube上 可能在国内有4000多万的粉丝,所以他红了以后呢,遭很多人白眼和嫉妒 然后呢,就有人诽谤他,说有100人团队啊,就什么别人帮他做的,然后包装啊,什么洗白啊,什么的 他就发了一个万言书来澄清自己的这些,这些情况啊,真的是说的是身泪俱下,他自己呢 就是拿一个简单的一个单反相机和一个三脚架就拍了 两万多个这个 素材的镜头,关于美食啊,这个农家乐,真的很不简单,小姑娘真的是很顽强 而且他 并不是所有的广告都一概全收,他收的就是那种很有 很有品味的广告,所以这个这个李子柒这个小姑娘是很不简单的,打心眼里佩服他 有一股中国民族的那种坚韧